火线放荡无法放丁 拍影片模拟火灾发生时应对SOP 前卫特意在官网放上演练状况专区 号称停业期间在自主演练 但被参与的员工踢爆根本在敷衍 其实就是看见就是像年纪而已 就是听说人家带过带过 他们就是拍照拍照这样 在前卫工作四年的现任员工毫不留情爆料 所谓演练沦为形式 不仅员工可依意愿参加不强制都要上 一小时课程内要演练通报 要救护民众逃生还得学习CPR上完结果 现任员工加码爆料 现在包厢内民众要抽烟 跟过去一模一样 店员只能够事前呼吁 但是不能够强行制止 在另一间分店工作一年以上的员工 自爆民众要抽烟也不会拦 包厢内没有烟灰缸也不会给烟杯 民众往往自信拿杯子充当 或甚至丢到地上把烟采洗 另外对顾客消防宣导 一样就是播播影片 不会再叫员工补充说明 副业之后啊 发生这起大火 你们有任何的改变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在对消防上面的一些 会不会有比较紧张的感觉 也没有 因为发生这种事实的时候 大家也随便跑就变成了 员工坦言若再遇上大火 依旧无所适从 无法协助疏伤 签贵执行长连福财则回应 持续针对消防反复演练 判不要抹灭大家的努力 但签贵列经停业在副业 员工训练却依然故我 仿佛大火没发生过 痛令思痛四个字 恐怕只沦为官网上做做样子 讲解后来配身体的报道